大统跟副卫乡假造的风波还没有平行 而现在正在烧得沸沸扬扬的同时呢 你会注意到今天又出一则新闻了 名人代言的减肥药出了问题了 其中含有禁药存在耶 你想想看怎么会这样子呢 连减肥药里面都含有禁药 而这个名人大家都知道是连慧心 真是够了 假有满天飞 现在连什么 连减肥药都出问题了 这一款大家注意看好 威力鲜 好 我跟你讲 这个是在什么情况之下 让大家知道的是一个消费者很简单 他在很正常健康的状态下 认为自己太肥 局势买了威力鲜来吃了以后 竟然狂蟹不止啊 一直拉肚子啊 你说他拉肚子 拉了好几天 他说他真的是生不如死 你个意思说他买到的是蟹药吗 拉一拉可以拉得变瘦啊 有点像对不对 是啊 我难道要让我这样拉肚子才能减肥吗 这么不健康 好 你知道这个威力鲜的代言人是谁吗 谁 这位 连慧心小姐 你说是连赞的女儿 对 连赞的女儿代言的 对 好 你会觉得说 太奇怪 不可能 连生文的姐姐 好 没关系 我们现在来回溯 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爆发的 有一位消费者 他认为自己过胖 所以他就买了威力鲜来吃 对不对 好 那他因为太胖 拉了几天的肚子 于是他向台北市卫生局检举 台北市卫生局 在被动情况下 展开了调查 结果 真的发现威力鲜里面有什么成分 你知道吗 有一种叫CT利斯他 诶 大家听不懂 听不懂 对不对 CT利斯他就是一种脂肪抑制剂 这在国外 目前还在临床试验的阶段 你是说还在临床试验 对 根本不能够弄到药里面去的嘛 国外根本还没上市 我们已经抢先在卖 而且是连慧心底下的公司在卖 你知道吗 这种药 CT利斯他 吃的过量 它会影响什么 影响我们人体对脂溶性维他命 就是AD EK的吸收 因此国外根本没有合可 国内也没有合可 属于什么 禁药 依据药事法 卖这种禁药你知道吗 所以这种东西是禁药 禁药根本不可能放在减肥药里面 你如果放进去就摆明两个字 违法 违法 违法的罚则是什么 是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够不够重 够重了吧 一千万罚款 而且它很重要 它是以保健食品在贩卖的 对 保健食品里面放了这种 还在实验性的药物 这就是一个超级违法的事情 但负责人一定要关 一定要关 好 我们就赶快找到 它的源头是谁呢 这个魏力仙是谁出品的呢 代理商叫做精英儿 他精英儿 马上就这样 昨天晚上就赶快澄清了 说没有 我们不是制造商 我们只是采购跟销售的公司而已 如果魏力仙出问题的话 我们也要向这家制造商求偿 好 那我们就来看谁是制造商呢 好 云峰生技医药公司 好 那精英儿说是云峰制造的 跟他们没有关系 我们就来看云峰的求财网页上面 他怎么讲的 他讲他的经营理念 叫做Janaherb 他的企业理念是定位在 以社会需求为研发导向的一家公司 好 我告诉你 立刻 我们把它拆开来 Janaherb 这个企业理念 Janaherb 是基因 Herb 就是自然界的草本植物 是什么意思呢 就这种药品 就是基因草本 萃取自然界的草本植物中 对人体有益的元素 如果他讲的天花乱坠 如果他真的是萃取 这自然界中草本植物的话 那就没有这些 禁药的成分存在了 对 好 立刻 花庙的地方在这边 来 我指给你看 你看看 这个地方 Janaherb 把它用音译移过来 就是精英儿啊 所以现在你了解了吗 云峰生技的网页 说的是Janaherb 你说的就是原来 他们两个是同一家公司嘛 好了 你直接音译过来 叫做精英儿嘛 就是精英儿 这样你懂了 蹊跷在这边 你左手向右手求偿 这算是哪门之玩意儿 这根本就是 想要脱罪的新闻稿 骗消费者 不懂这件事情 好 大家就来想说 哎呀 那这个联会心 到底在这世界里面 扮演什么角色 你知道吗 他说 好 精英儿马上就想说 没有没有没有 联会心 只是帮我们在活动中主持了 顶多也只能够算是代言人 好 他就单纯的是一个代言人吗 他并将于10月底 结束代言了 哎呀 误会了 我们又误会联会心 对啊 真的是误会吗 我还以为 精英儿公司老板就是联会心呢 真的是误会吗 来 我们来看这个报导 怎么 去年的报导 你的意思说 他就是老板吗 嗯 联会心跨生计 进驻台北 101社会联合报的报导 联会心当起CEO 注意 他是执行长 注意 CEO就是执行长 推出一系列吃的营养品 其实还说 我是无心插流 你就晓得 这个报导 总不是我们无中生有的吧 对不对 好 所以报导写的清清楚楚 连会心是CEO 现在出事了 马上他就不是CEO了 等一下 他在公司里面 什么职务都没有了 出事就不是CEO 就不是CEO 转得这么快 是这样子了 你真的是太会转了 没关系 我们再来听听看 他在哪里呢 他在101的专柜里面 是怎么跟记者讲的 他是植物的 所以不会说 除非你死进 本身肠胃是很坏的 像我们家有些人 肠胃第二天就有效果 那有些像 有些女生 他就比较有便秘的问题 那可能要连吃三天之后 才会再看你 那里面成分也都是植物的 然后小米 糙米跟大麦 还有这些这样子 你刚刚听完他讲的 我只是代言人 请问一下 他刚刚讲的内容 根本就是发言人 他根本就是 金银儿公司的发言人 请问一下 代言人终究不是发言人吗 这两个之中 一定有区隔吧 连慧欣 你到底扮演什么角色 一定要跟消费者说清楚 金银儿公司的 这一款减肥药 除了问题里面有禁药 但我们今天 请来的一位T先生 T先生呢 他之前就有服用过 金银儿公司的 这一款减肥药 来T先生 我想请问你 你吃了这个药之后呢 有什么感觉 还有当时你为什么 会想要买这个药 好立刚刚 其实 大家看我 就知道 为什么我需要减肥药 所以因为 其实对于我来讲 其实我当然一直希望说 都能够瘦下来 那刚刚像我听完 刚哥讲的一样 其实我其实现在 觉得心里面非常的气愤 因为当初这个 我会去买这个的原因 其实一开始 我不知道说这个药 原本不清楚 就是因为同事之间 口耳相传的情况之下 所以知道 那什么药会口耳相传 一定是好用 一定是有效 大家一定才会 互相传来传去 所以那个时候 所以你就买了 对我就买了 我那时候就听到了之后 我就想说 同事吃了有效了 同事吃了有效 你觉得你也可以瘦下来了 我觉得 试过这么多产品 我觉得那既然有一个 新的产品出来的话 我觉得可以试试看 那再加上 他请来的代言人 也让我们也是觉得 找这个连胜文 找这个林毅士 林毅士真的也瘦下来很多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看起来就觉得说 那这应该没有问题吧 这个又是他来代言 又是他来挂保证 那我们当然就是 对我们来讲 我们就是相信你 我们相信你 相信你产品有效 所以那个时候就买 而且那个时候买的时候 还很困难 因为那个时候 产品卖得很好 你说很难买到 对 他其实就是这么一小罐 就是这样一小罐 小小一罐 这样一罐那时候 要卖3000块钱 等一下 这样一罐3000块 可以吃多久 他里面就总共 就是像这种小胶囊这样子 他只能吃 就是只有30颗 30颗 30颗3000块 所以那个时候 等于一颗要100块钱 那一颗100块钱 你一天要吃几颗 那时候一天 他那时候买回来之后 因为很难买 所以那个时候还在想说 这个要透过关系 朋友有认识 还在讲说 那觉得是不是可以买得到 好终于买到了 他跟他讲说 那这样好 这么难买 我买两罐 所以我那时候就花了 你买了两万啊 不是两罐 买了两罐 对那那个时候就同事买有关系 说那我帮你打个折吧 这样子打个折说 那你可以就是用比较便宜的价格去买 好那OK 那我们就 我就买了 我想说那我跟我太太两个 那这样刚好 那一天是一颗吗 一天后来 对那时候我们看的时候 他就说一天一颗 一天一颗就可以 所以你跟你老婆两个人 一人一天一颗 那你两罐等于只能吃一个月啊 对就是一个月的分 那他有时候还会跟你讲说 如果今天你今天吃的特别油腻 那你就吃两颗 好所以那吃两颗 你就等于半个月就没有了 好那那个时候 那吃的感觉呢 吃了之后呢 你真的有变瘦下来吗 先说吃的感觉好了 那个时候吃完 吃的时候感觉就是觉得说 因为他先告 他已经有告诉你 他说这个你吃的时候呢 他特别强调一点 我那时候还不太懂 他就说你吃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上班的时候吃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不能上班的时候 那我每天都在上班 那我要怎么办 那我就也没有理会他 我想说反正一天才一颗 那我就先试试看 结果上班的时候 我就吃 吃完之后我想说 那怎么肚子怪怪的 肚子不舒服 那他又跟我讲说 你这个会什么阻断油脂 什么排油 什么这 所以会有一点点腹泻的现象 那我觉得那应该就是 这样产生的 结果产生了之后呢 我就当时跑厕所啊 结果一跑就一发不可收拾 我那天就坐在马桶上 第一次去的时候坐在那边 我就起不来了 因为我就一直不停地拉肚子 你就变成是一直腹泻了嘛 那我就坐在上面 我就觉得奇怪 到底有完没完 那你那一天上班 有办法上吗 后来我大概陆陆续续 大概你每一两个小时 你就要跑一次厕所 这么频繁啊 对而且第一次上的时候 我整个吓到了 为什么 因为一站起来 马桶里面不是平常看到的东西 马桶里面就是 那是什么 浮上一层黑黑的油 全部都是黑色的油 那味道当然不好闻 那我就觉得说 好吧那该排油吧 可是你不可能 你一天上这么多次 每天每一次去都是在排油 但是这样子黑色的油 看到很恶心啊 对而且重点是 到最后上班的时候 已经变成说 你如果那个时候会有一些 自然的气体 想要排出体外的时候 你都要去厕所里面 因为你会忍不住 对因为严重到说 你很可能因为 你说跟着一起出来吗 对 对因为它是油嘛 到这种地方 对它是油嘛 所以你就会 变成到最后没有办法控制 然后就变成就是 你随时随地 你无时无刻都会 让我想说可能是不是 我自己的问题 所以我那时候就 结果没想到我太太在公司也是这样 那变成对于上班来讲 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困扰 然后后来我们当然就打电话去 这个 这个 基因儿 对基因儿里面去 有去问 然后就说 那我这样的状况 到底是不是正常的 那他给我的答案就说 正常啊 我们这个吃了之后就是这样啊 只是你上班的时候 你可能要自己要 这个稍微注意一下 不要说吃得太过 或是怎么样啊 那 可是到最后 其实看我现在这样 这对我来讲没有用嘛 那当时你吃了那个药之后 你究竟这样子拉了多久 你是开头只有这样的状况 会排射一些黑色 还是说只要吃这个药 你每天都在那边蹲厕所 每天 把厕所当作是椅子在坐了 对 每天 我其实说严重一点 就是我几乎等于 我吃药的那一个月 我就是住在厕所里 所以你根本就是一直抱着马桶就对了嘛 对 我就是一直 等于就是我就是住在里面 因为我出不来啊 因为你无时无刻 你都会想要上厕所 所以那其实从头到尾 到现在这样的情况看起来 我觉得不管它是不是有加 这些禁药的成分在里面 我觉得它的产品 如果有 那你就要跟大家说清楚 不要让消费者搞不清楚 你的状况 因为你这种东西 毕竟是禁药 就像刚刚干哥所讲的 所以如果你没有说清楚 你把这个东西用在这种 我们平常 我们想要受下来的人 对我们来讲也是受害者 所以我觉得你不能利用 你这个知名人物的光环 去做出这样的事情 看看T先生 T先生吃了这个药 吃了一个月 结果吃了之后呢 他的身材 还是跟以前一样 而且呢 几乎把马桶当做椅子坐了 一整天都坐在那马桶上面 你想想看 那这个药吃起来 岂不是就变得跟 蟹药没两样吗 但我们注意哦 连惠心代言的这个药 金银儿公司 还不止找了连惠心来代言 居然连惠心的弟弟 也来代言啦 他不仅是代言 我透露一则独家内幕 连惠心小姐 天天带三个小孩去溜达 她是这家公司 金银儿公司的总监 兼品牌形象总监 各位可以看 你说她是老板 她应该就是老板 是吗 如果各位上网路去看 一篇文章 她就自己承认 她是金银儿公司的总裁兼 品牌形象总监 在2013年9月23号 哦 9月23 9月 9月上个月一个月前 对 因为她除了卖这一些以外 她还卖了一个叫做什么 促进生产剂 促进生产剂的用法 那是什么呢 各位看 这是林胜文 她马面的枪伤 她留在这边 说你只要擦我的 促进生产剂 可以修补神经的缺陷 那换句话说 她鼓励她弟弟在用 所以你说她弟弟也用了 这个金银儿公司的产品 她也用 然后她自己的本身 联慧欣自己的本身 她也在用 原来她这个药物 是叫肥胖抑制剂 是所谓的管制性药物 日本 你看看 五田制药 就是肥胖症的药物 那这种药物 它还是在 你看看肥胖症 脂肪酸 抑制剂 提出申请 对 你看五田他们是 提出申请 申请 对不对 可是过了没有 它还是没有过 那换句话说 它会有副作用 如患者对于糖尿病 及血脂异常的肥胖病 患者而言 该药是一种重要的新药 但是 只能用在肥胖症外者 还有二级糖尿病 二级糖尿病 还有血脂异常 所谓这些糖尿病 血脂异常 请问一下 要不要医生的处方间 好 我重来相信你威力已先 是你连慧心 不知道 但是你也欺骗了我们 因为菁英儿公司跟我们讲 你全部都是用汗药 所谓汗药就没有西药成分 你有西药成分 那就不是汗药 跟你成立宗旨一不一样 不一样 对 光是这一点 它需不需要出来说明 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吃了类似的药物 你尤其是血脂异常 肥胖症患者 该药是一种重要的新药 但是该药是一种重要的新药 有没有经过实验 还是没有 所以世界各国 还没有合可的状况之下 我想请问 你的药物是从哪边来的 难不成从五田治药来的吗 你拿来 运用在我们的人体 肥胖人的人体上面 做人体实验吗 所以我还是质疑 连慧欣小姐 你必须要讲 这个药物的来源 究竟是从何而来 两年前的树化剂判刑的结果 你不觉得这些法官 好像养了一群黑心的老鼠 我们休息一下 来告诉你